其实每个人都曾拥有过健康肌肤 胶原蛋白和水分都去了哪里 长出斑点和皱纹是哪里出了问题 本期美容基础班 聆听来自肌肤的告白 好 截止到刚才讲的部分呢 我们还都是一样的 从一出生的时候 我们都是中性肌肤的存在着 当然了还有一部分遗传因素造成 可能你的父母当中有粗大的毛孔 或者是比较爱出油的皮肤 那么你被遗传的几率呢 可能超过了七成左右 所以说除此之外 你任何的皮肤种类 都是你后天很多保养错误形成的 还有生活习惯 就好比说你们是双胞胎姐妹 你们的遗传因素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呢一个工作在南方 一个工作在西北 一个是作家 一个就是室外的摄影师 你们两个的皮肤 到了30岁年龄的时候 应该有天壤之别的区分 所以说这就是后天保养 形成了多种多样性的皮肤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了解一下皮肤的类型 每一个人的皮肤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综合起来来看 大体把它分成四种肌肤类型 最好的就是中性肌肤 中性肌肤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皮肤深层当中 皮肤表面的水分适中 皮质线当中的皮质也适中 每一颗细胞都比较通透饱满 毛孔相对来说很细腻 那么随着你的皮肤 对外界的侵害 还有你一直常工作当中 压力过大呀 补充水分不足 营养素不均衡 最后你皮肤最开始出现的问题 就是缺水干燥 所以当你的皮肤开始干燥了之后 你下一个皮肤进程 就是干性肌肤 干性肌肤的特点你会看 它皮肤表面的水分很少 而且皮质线分泌的皮质相对 也会很少 油也没有 水也很少 最后形成了皮肤表面的干燥 暗雅 没有光泽感 那么皮肤是很聪明的 当它很干很紧绷的时候 它必须得分泌一些液体 来让你得到舒缓 本来就是因为缺少水分 造成的干性肌肤 那么它没有这样的液体在分泌了 它会分泌什么 油脂 那么这个油脂的分泌 就会让你紧绷的地方得到舒缓 那么我们刚才讲过 含毛和皮质线是在一个孔当中的 所以哪个地方含毛多 哪个地方就会多出油 哪个地方会含毛多一点 毛孔多一点 鼻子周围 嘴角周围和额头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会分泌很多油脂来舒缓你这种干燥感 所以你两颊的含毛孔少 你就会少出油 中间的多就多出油 这样形成了另外一种皮肤类型 叫混合性肌肤 那么接下来看油性肌肤 那么就是你整体 由于遗传因素所导致你皮肤的毛孔整脸分布的都均匀的大 一样的大 那么你就整脸出油 所以我们会发现你任何的肌肤类型都是从干燥开始引发的 所以即便是你是油性肌肤 你要做的更重要的工作比重是什么 补充水分 如果你用了很多控油的产品 你依然皮肤很干燥 那么你就需要更多的补充水分 多做一些周护理当中的补水工作 补水的面膜呀 还有一些补水的保养啊等等 多喝水 还有食物的社区 多吃一些果蔬类的 这就分了我们四种类型 中性肌肤 干性肌肤 混合性肌肤 以及油性肌肤 那么刚才讲的是全脸的皮肤 我们要额外的讲一下最重要的部分 全身上下最薄的一块肌肤 就是你眼镜周围的肌肤 眼镜周围的肌肤 它只有你皮肤厚度的三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左右 这个部分的皮肤非常的薄嫩 很容易敏感 所以你回想一下 当你身体的免疫功能差的时候 是不是从眼角的皮肤开始 觉得不是刺痛的 因为那个部分 它的能力是最弱的 功能性是最弱的 它之所以这么弱 是因为在我们的眼镜周围的皮肤当中 它几乎没有皮脂线和寒线 所以你没有看到说眼皮上长个青春痘的 出油的流汗的都不会在眼镜周围 所以那个部分它的滋润和营养非常的少 但它的劳动强度又非常的大 它每天眨眼咱们要2.4到2.8万次左右 这个你觉得眨个眼不很累 但是对于整个皮肤周围的肌肉来说 它的舒张劳动强度很大 你所有的肌肤问题就会从眼部开始 所以这就是眼睛它很特别 我们在保养的时候就要额外的去给予它呵护 好 那么我们知道了皮肤的基本的结构了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皮肤都有哪些功能 皮肤有一个非常隐性的功能 它像是一个明片 也像是一个镜子 这个镜子反馈给你很多问题 首先你身体内在的问题 你的身体内部哪些问题会导致着你长斑 会导致你面色暗黄 会导致你哪个部位长痘痘 都有很明显的连带关系 那么它真正的实际的一些作用性的功能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再生 你破了的皮肤可以再长好 这就是我们说节地母细胞 它可以不停地分裂新生细胞 给予你一个再生的功能 那再来看保护的功能 我们的皮肤首先它是你人体的最外面的一个器官 它是人体最大的呼吸器官 它可以保护你的内脏 保护你所有里面身体的各个骨骼 然后由于它有皮下脂肪层 它有缓冲和防撞的能力 那么我们的皮肤还有一个就是感觉 它有神经 它的神经在真皮层就开始有神经元了 我碰你一下疼不疼 凉不凉 它都会给你回馈和感受 所以它还能够感觉到温度的存在 皮肤是可以调节体温的 当你很热的时候它就会流汗 来降低你皮肤的表面温度 让你的皮肤不至于因为太热而灼伤 会让你凉快一些 再来呢就是分泌和排泄 你分泌的油脂 分泌的水分 代谢教的角质层 这都是皮肤给你带来的 还有通过按摩 促进淋巴循环这样很好的作用 那除此的就是吸收功能了 就是这个东西抹到你脸上 它可以一层层的渗透 这就是皮肤可以带来这样的好处 那再来它有免疫功能 你的皮肤可以很好的对抗外界的侵害 你想我们都说破口了 要打一阵破伤风针 是不是 但你不破口为什么不打破伤风针 因为有了皮肤来帮助你进行免疫 很好的对抗外界的侵害 那我们要不要给它在额外的一层保护呢 就比如说北京的雾霾天 这种雾霾天里面一些PM2.5啊 等等一些有害的物质 其实对于皮肤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因为这就是我们皮肤的下一个功能 呼吸 皮肤也是一样 它也是个呼吸器官 如果一旦它也被影响了 破坏了 皮肤的含氧量会下降 你皮肤的功能相对就会减低 所以讲过来看 皮肤有这样以上的几个功能 给予我们人很多的保护 所以皮肤是很智能的 它给予了你很多的同时 你就要再给予它很多 但是皮肤呢 为什么会老 在衰老的过程当中 我现下处于哪个阶段 我该如何用什么样的护肤产品 去对抗它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了解的 其实女性啊 想要了解皮肤 无非就是想知道 我该用什么样的化妆品 能够解决我现在想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来看 你现在的皮肤是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我们出生都是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问题都不是单一存在的 你可能会觉得干燥的同时又不够白 你可能觉得有细纹的同时皮肤又干 有可能有斑点的同时又觉得太松弛 那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 和个人生活习惯造就的 你的饮食结构啊 睡眠啊 还有你的精神压力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 从左边到右边 这是一个人的衰老进程 那么你们看一下 觉得谁像是七十岁左右的 你会觉得最右边的 会觉得他很像七十岁左右 最左边的像二三十岁 你凭什么判断他是这个年龄 皮肤的松弛程度 皮肤的皱纹 就是他脸上呈现的皮肤问题 就是应该他那个年龄有的 所以你判断了他的真正年龄 人们看的就是表象的你 所以皮肤你会发现 他的问题是有顺序的 他不会十八的时候长皱纹 他不会八十的时候长青春 当然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啊 可能会这样 但是一般人类是不会的 所以说皮肤问题是有年龄存在 你要想改善皮肤 必须率先知道你皮肤的年龄 那皮肤的问题出现的顺序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干燥 无关年龄 无关男女 你人生出现第一个皮肤的不适感 就是干 婴儿时期就是有皮肤干燥的问题了 如果你不给他抹一些婴儿的保湿的 或春天风一吹 你皮肤就会干燥 当你干燥之后 皮肤就会暗淡无光 看起来暗压没有亮度 然后由于它的干燥 你经常的挤压 表情的纹路就会形成细纹 然后皱纹深层的增加 慢慢皮肤会松弛 会失去弹性 这个皮肤是有过程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过程 你就一定要知道你的皮肤究竟分了哪些年龄 这就是肌肤的年龄 那么到了20岁到29岁之间这个年龄层 大部分出现的问题就是水分和光泽的不足 我说的是肌肤年龄 那有人说那20和29夸了9年快10年的时间 怎么就是这两个问题呢 我们的皮肤永远是这样的 它要么水分问题严重一点 要么光泽问题严重一点 大体上肌肤年龄在这个层次下 你的皮肤大体就是这两个问题 当然你还有一些额外的 比如说长了一些斑点 或者一些青春痘 或者一些过敏 这些额外的 需要特殊功能产品额外去改善的 这些不算做到你衰老的进程当中 因为有的人一生也不会长青春痘 这些是特殊性啊 那到了30岁左右的 你肌肤就是细纹开始慢慢出现了 而且会形成色斑 到了40岁肌肤年龄 细纹和皱纹开始逐渐加深 50岁以上就是松弛弹性降低 那么你在保养的时候 在保养之前 你必须先清楚 你的皮肤处于在哪个层面下 那有人说 我今年30 他今年也30 那为什么我们看起来不一样 皮肤问题是一样的 不 我们现在讲的是肌肤年龄 你可能今年40岁 但你皮肤看起来 起码从我的角度看起来 只有30岁左右 那么通过测试或诊断 你的皮肤肌龄就是在30岁 那你的保养方面就一定会不一样 如果我们只像是以前 只针对于你的生理年龄 去判断顾客 该使用什么样的产品 你有可能完全用错了 顾客会用我们的产品 完全没有效果 最后丧失了 继续持续性购买的信心 这个就是肌肤年龄和生理年龄 你的误判造成的 我们经常能够接到 很多伙伴们的咨询 说我有一个顾客 今年30岁了 能帮我介绍一下 他应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吗 这个就是生理年龄 在判断他的护肤产品 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这张表格 可以来了解一下 如果这个人的实际年龄 是30岁 但如果他皮肤测出来的 是20多岁的肌肤年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格是深色的部分 是你肌肤隐患 累积在皮肤深层 但没有被你发现的年龄 然后随着颜色的越来越浅 越来越被你所发现 浮现在表面 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的一个干燥的问题 可能在你十几岁 就已经隐藏在里面了 只不过就是没有被你发现而已 那今天如果有一个深层的仪器 去照你的皮肤 皮肤下可能有很多的隐患 像炎症啊色斑啊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的护肤工作的目的就是 来延长这个问题 浮现在表面的时间 而没有办法去控制 它真正损伤的累积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今天你通过不断地努力去护肤 你让你的这个斑点 120岁的时候才出现 但是你只活到了110岁 你很幸运 这斑在你脸上一生都没出现 那么我们的皮肤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雀斑 雀斑呢 很多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 也就是一出生 你就决定了你会不会有雀斑 但是没有哪个小孩 是顶着雀斑出生的 它是根据后面的 我日照的更多 日照的更早 皮肤损伤的更大 那我三岁就会出现 那么有的人呢 他正常生活 我有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 他可能延长到12 18岁才出现 你越晒 它就越重 你少晒 它就少一些 所以它的问题是累积在里面 但是可以延长 它出现的时间的 那么我们来看 如果你的顾客 实际年龄是30岁 他的肌肤年龄是20岁的话 但他30岁的肌肤状态下 他能够看到的皮肤问题 应该是粗糙和有眼带 比如说 但实际上 你要按照实际年龄 去搭配产品 你可能要给他买 黑眼圈的产品 暗沉的产品 粗糙的产品 眼周细纹的产品 和眼带的产品 那么如果他的实际年龄是30岁 他的肌肤年龄是40岁 你在给他配产品的时候 你会考虑到 眼周啊 粗糙啊 暗沉 但实际上他应该用细纹 弹性丧失和柔软度的产品 你用的刚好不对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皮肤 我是30岁的人 我是30岁的肌龄 那么我们的皮肤 就会按照30岁肌龄 该配的产品 那么我们肌肤年龄是40岁 就要40岁该配的问题 因为皮肤衰老进程的问题 它是随着年龄增长 它的肌肤年龄 不停地变化而变化的 你不能根据实际年龄去配 那就证明了一句话 不是说他很有钱 你就可以给他用黄金面霜 或者是高端的产品 高科技的产品 用到他的脸上 不解决他当下的问题 这个产品就是无用的产品 无论他多贵 科技多高 我们要用当下能够解决的 所以给顾客搭配产品的时候 要考虑他究竟需要哪些 适合哪些 哪些能够改善 人就是这样 当有改善的时候 自然会产生购买 我们很多人说 现在的顾客 抠不愿意花钱 实际上现在的顾客不差钱 他只是购买产品 更加谨慎了 顾客在购买产品时 他更想要的是有效果的 只要你有效果 一千不叫贵 你没效果 一块都叫浪费 所以说我们要买 有效果的 我们来如何去判断 你的皮肤年龄是什么样的呢 你们可以很好的来创造互动的话题 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提问很多很多的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彰显了 他生活本身背后的行为习惯 每一个习惯都会成为你一个搜集顾客资料的素材 未来都可以打成话题 跟他进行沟通和了解 那么再来呢 就是销售专业的过程当中 会给你有一个很专业的气质提升 你每一个问题也好 不是通过我直观的判断和个人能力而带来的 而是通过一个很强大的很科学性的这样的一套数据来帮助你转化的 顾客可能会更加相信这样的方式 那么就是这样 我们想要选择护肤产品 首先一定要判断皮肤的年龄 知道了肌龄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针对它去选择护肤产品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为顾客服务的一个过程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们要学习护肤过程当中 我们要了解的皮肤知识 只要你了解了皮肤知识才能够很好的为皮肤服务 来改善我们这件漂亮的最外面的一层外衣